大家好 这一点我进来也看到 为了要避免加萨地区的人道危机是持续的加剧 联合国安理会在今天美俄弃权之下 通过了强化对加萨地区的人道救援这个决议 那么联合国秘书长古特瑞斯 他依旧是痛批以色列军方的军事行动 对人道的援助构成了一个重大阻碍 不过呢 决议案里面并没有提到立即停火 Many people are measur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humanitarian operation in Gaza based on the number of trucks from the Egyptian Red Crescent The UN and other partners that are allowed to unload aid across the border This is a mistake The real problem is that the way Israel is conducting this offensive is creating massive obstacles to the distribution of humanitarian aid inside Gaza 根据古特瑞斯说法呢 目前救援物资也仅仅能够公益加萨当地10%的人口需求 那么现在随着战火延烧 国际是持续地关注加萨的人道危机 美国总统拜登在昨天的时候 也签署了2024年的财年国防授权法 那么当中就包括是对乌克兰 台湾以及以色列提供军援的战时授权 那么细计看到这项法案呢 总金额是达到了8860亿美元 当中就包括了要为美国的军人加薪5.2% 抗俄原物支持美英澳三方的安全伙伴关系 那么第四点呢就是协助台湾来强化自我的防卫能力 那么另外针对美国在印太地区的投资 这个法案里面还授权为明年度的太平洋威哲计划 投入147亿美元 并且呢将会建构一个太平洋的竞争计划 好让美军的印太司令部 他们可以增强在区域里面的行动频率 第二个是规模行动频率和规模 那么光是行动预算就达到了13亿美元 目的呢就是用来合作中国大陆 那么在同一天日本内阁 他们也批准了创纪录达到560亿美元的国防预算 那么这超过新台币1.75兆的预算 其中呢要注意到有1.247兆的日元 将会投注在飞弹的防御能力 另外是有7340亿的日元 则是用在进行长城飞弹 以及反制能力的一个发展 这个目的呢其实同样也就是要对抗 中国大陆和频频发飞弹的北韩威胁 那么在同一天呢日本内阁会议 另外还通过了一项针对武器出口方针的一个修正案 而且呢是即刻起就开始开放 可以向美国来输出日志的爱国者飞弹 但是呢要注意到其实根据日本他们的和平宪法 该国也就是日本他们的武器出口 是受到非常严格的一个管控 也就是日本他们不可以像发生武装地区 有战争的这个冲突地区来出口武器 不过呢当这个法案如果修正之后 也就代表日本现在他们可以透过将爱国者飞弹 输出到美国之后 由美国作为白手套向乌克兰来提供美制的爱国者飞弹 写给美国之后美国再给乌克兰 也就是呢好像是一个间接的方式达成对乌克兰的军援 那么现在看来在抗中方面 日方是向美方是靠拢立场是一致 而且明显呢是体现在实际的行动上 那么回到日本2024年的财政预算当中呢 这个防卫预算就高达了7兆9500亿日元 这也标志岸田文雄这个政府呢 他们在一年之前是通过了新的安保战略计划 现在已经进到了第二年 大陆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的副所长吕耀东 他就表示该战略呢 其实就聚焦在强化日本他们自我的打击能力 和加强飞弹的防御网 将会着重在购买以及研发攻击性武器 日本过去在基于和平宪法和专守防卫的情况下 更多是拥有这个防御性的武器 那么如果要实行对着基地攻击能力 也就是所谓的反击能力的话 那么日本就要提升自己的这个攻击能力的 这样一些武器了 那美日军事联手对抗中俄 在刚刚提到美国2024年的国防授权法案 当中呢要注意到也包括了 协助台湾强化自我的防卫能力 那么台湾一直以来 其实都是中美之间最敏感的问题 也是中方呢 他们强调的核心利益中的核心 那美国国家广播公司NBC最近就报道 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 曾经在上个月旧金山的习拜会上 当时呢他就向拜登表示 中国将会统一两岸 但是呢中方这个立场 对于美国白宫还有美国的商务部 他们其实对于习近平的说法呢 似乎都没有感到特别的惊讶 并不是一个新鲜事 这两方呢都是表示 习近平对台立场一直都一样 树下F16在跑道上准备就绪 起飞升空 美国总统拜登签署 2024年国防授权法 届时将军援乌克兰 以及支持澳英美三方安全伙伴关系 在台湾问题上 也会加强自我防卫能力 包括战力建构 军售台湾进度 分析北京清台对全球经济的影响 以及美台军事合作 扩大双方军事训练 不过同一时间 中美双方也恢复军事沟通 是时隔16个月以来 两国最高军事级别首次对话 落实习拜会共识 大陆军事参谋部长刘正立 在会议中强调 美方应切实尊重中方核心利益 和重大关切 台湾问题更不容外来势力插手 表达对台湾议题的强硬立场 根据NBC报导 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习拜会上表示 大陆将统一台湾 习近平主席指出 台湾问题始终是中美关系中 最重要最敏感的问题 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回应媒体时 表示他当时也参与习拜会 不认为大陆对台论调有任何改变 而雷蒙多主导的商务部 也持续对中国大陆晶片 加强管制调查 看来尽管美国恢复 与大陆军方高层联系 但在将大陆视为竞争对手的立场下 在经贸科技尤其是晶片方面 无疑将持续围堵封锁 记者综合报道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 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吃了两三天 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菌 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您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 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 没有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 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